今早智庫点评的时间 请出我们今早嘉宾 有财经评论员黄智阳 杨森 早晨 早晨 天理好 杨森 今天想跟你讲讲内地的券商股 3月份有不少券商股的业势 都是较好的 是的 多得就A股这么快的强势 但是我想投资者可能见到 虽然数据这么漂亮 但是未必说一定是全数是好 因为相对2月份有些升几倍 所以3月份的业绩可能没有 预期中是这么亮丽 但是我觉得有现在这样的增长 其实都非常之好 而且普遍你看到那些券商 他们的估值都不是贵的 现在想着下半年 其实A股反复向上的走势应该不变 成交其实就见到早前就经常性过去一万亿 但是好像有个叫万亿摩 每一次到一万亿就会有些回调 而且都怕那个障碍配置增加 都会令到那个中央捉到距离的震惊 但是我觉得如果那个势是持续向好 还有上证继续反复向上 挑战到3400点的楼上的位置 我相信那个成交有机会 可能会长期站着一万亿楼上 甚至乎会挑战更高的位置 这个是健康的增长来的 到其实我想券商 其实受惠的程度就会更加高 那你预期下半年来说 A股都是反复向上的 成交都多了 那么多的势商股里面 是不是都会选择龙头好些呢 没错了 你看到就中信证捐 虽然它的登场就没有 好像其他那些那么厉害 但是你看到就好像去年 其实第一转 它升上来的升势就是最劲的 因为其实投资者都是买就买龙头 还有迟些科创板上市 其实很多IPO 或者投融资方面的生意 其实中信证捐和海通两只 其实都是做多一点的 反而如果成交上升 也都对他们的经济业务 有正面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龙头6030中信证捐 就具备了所有好的条件 那么如果下一转A股 那个成交增多 和那个法律向上的话 我相信中信证捐有机会 可以上去20到22元这些位置 不过见到它都做五连银 要不定止捐位先 它就刚率先就是调整了 但我觉得如果跌出了17元的话 投资者可能也要小心一点 好 谢谢你分析先 刚才的股份有没有持有呢 本人没有持有的 谢谢你 提回各位家庭观众 刚才是嘉宾的个人意见 并不是投资推格 做任何投资之前 记住考虑不同的风险因素